今年全国两会提出要实实开展碳突峰十大行动 提升碳排放统计核酸核残能力 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响应绿色低碳传闻行动 在越港澳大湾区马上就有项目落地了 为了加强碳机梁技术体系建设 推动越港澳大湾区绿色评价深度融合 实现大湾区双碳机梁标准国际互应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日由越港澳三地合作的 绿色办公场所评价项目在广州正式启动 这个绿色办公场所评价有什么标准 将会怎样推广实施呢 一周财经业一起了解一下 个人养老金制度 是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国36个城市先行实施一年多以来 试点效果广受关注 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优化 激励机制的讨论声也不少 面对即将全面实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不少人仍然存在疑惑 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否实现理财功能 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呢 玩具当面看 等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